柯P是一個很特殊的候選人 侯友宜也是一個很特殊的候選人 唯一的妥協方案是 贊得XXX的問題 除非有一方自願當富 然後不介意四年後的變數 會不會因為這樣 連XXXX都受到傷害 誰幫你撐場 國民黨就會認為民眾黨 辦不出那麼大的場合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是立委要投票 順便投票效益 跟他奧過來 老白講 政黨支持率是一個常數 它變動性比較小 那怎麼做 做來做去大概就是那樣子 比如說人家有69個區域立委 那民眾黨搞不好很多人不認識 所以怎麼會有政黨支持率 對不對 因為柯P是一個很特殊的候選人 就是他個人是路遠高於政黨 那侯友宜也是一個很特殊的候選人 就是國民黨的支持度 可能超過侯友宜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國民黨當然就會提出 對他有利的政黨支持度 而且我看過的政黨支持度 大部分 大部分國民黨大概都是 大概輸民進黨5-6% 然後贏民眾黨大概是8% 這個可以理解 因為你連一個 你市議員大概不到20個 國民黨有350個 對不對 我們自己其實有 昨天他們六四這個方案 我們大概 當然不是幕僚 自己當然就很盡責做一個推算 怎麼推算我們都不會贏 怎麼推算我們都不會贏 我知道啦 這個我也算過 對啊 我是覺得你們 就是說基本上比賽 就是要雙方都有贏的幾率 是啊 那雙方都有贏的幾率 那你就要去推算一個 雙方都有贏的幾率的一個占比 比如說7-3 是不是就會公平一點 那7-3 事實上跟柯P講的 誤差範圍都算我輸 是讓 如果是做1068 柯P等於是讓3到3.5% 那這個跟7-3搞不好也差不多啊 你知道我意思嗎 對 可是國民黨就不願意這樣 他就覺得 這樣子他沒有面子 對啊 讓了你贏了也是輸了 那種感覺 他覺得沒有面子 所以重點就變成是 你們現在唯一的妥協方案是 佔了乘數的問題 就是說你覺得6-4 6-4我們一定輸的啊 那不如7-3可不可以這樣 可是7-3你們自己也要算 因為政黨支持率比較穩定 對啊 變動性很小 看起來也是 就是說 我們一路看候選人的支持度 漲漲跌跌或是 對 但是政黨支持度其實那個板塊 對 相對來說很小 對 變動性很小 那再問一個假設提 兩個 如果假設 到最後時間也來不及 這 所謂的 要合作這件事情 沒有一個比賽機制 你覺得不管誰贈誰負 有辦法成功地說服 互相的支持者嗎 你就是講連宋那一次嘛 連宋那一次 他們後來是用協調的 宋楚瑜民調是引先的 對 宋楚瑜願意當訴訟 但是他們吸出同門嘛 我跟你講 他們實際上談得很細啦 宋楚瑜那一次是2004嘛 那 國民黨認為連宋會贏啊 那 就說 只要當選 只要當選 那宋楚瑜是副首嘛 那 宋楚瑜 那個 下一屆就來接黨主席 所以宋楚瑜會變成國民黨的主席 他確保他下次可以接黨 對 然後連戰只當一屆 所以宋楚瑜是在這個條件下 同意的 那 所以 那 那是坦白講我的了解是 宋楚瑜的民調也是贏的 嗯 可是 他們就覺得連宋也是會贏嘛 嗯 那結果就 連子當一屆 然後宋就先來接黨主席 嗯 可是因為他們是同一個黨 嗯 那 民眾黨沒有辦法這樣做啦 嗯 沒有辦法這樣做 而且 再回過頭來講 我剛才講說說服選民這件事情 就不要到時候 如果沒有一個比賽機制 你沒有辦法成功的說服各自的支持者 我就講說 如果是 柯當政的 願意退 我不知道國民黨的大部分支持者 是不是願意就這樣過來 不過那個是 那個是各黨的問題 對啊 這個不在你的協調內容內 是啊 因為你 這個沒有辦法保證 對啊 就 但是回到我們最初 如果假設要政黨輪替 反而你合起來 因為你沒有辦法成功說服支持者 會不會就 反而也是贏不了 我這個不知道啊 對 就好比連宋佩 你說會不會有一些 親民黨的支持者 跑去支持阿兵 嗯 這沒有人知道啊 可是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那個時候他們有一個 制度上的保證嘛 嗯 就是送來接黨主席 對 那 基本上連戰要再連任 就困難度會比較高啦 嗯 那你這種跨黨的啊 你說 你先當 那你只當一任 那下次輪到我當 國民黨跟民眾黨又不同黨 是啊 所以國民黨裡面還有其他人要選啊 所以侯友宜只能夠跟你保證說 不然我只當一屆 可是他只有個人的承諾 他沒有辦法去保證政黨嘛 所以他跟宋楚瑜也是不一樣的 嗯 所以 就是說你們這個 侯友課要用協調的啊 除非有一方自願當副啦 嗯 然後不介意四年後的變數 嗯 你沒有辦法像連宋這樣 嗯 所以我只當一屆 那為什麼你會覺得有得到保證 嗯 因為你會來接主席啊 嗯嗯 你來接主席 我要連任 就會有一定的困難嘛 嗯 你知道啊 那民眾黨跟國民黨沒有辦法這樣運作啊 對啊 因為你自願退讓的那一方 第一來沒有保證 二來 我覺得他也很難跟他原本的政黨的選民去做一個很合理的交代 國慶因為是系數同盟 對 這問題比較小啦 對 那民眾黨因為 我認為民眾黨至少有20%的票是從綠的那邊來的 嗯 所以 你這個要 要去說明就難度會稍微高一點 嗯 比如說假設是侯科沛 嗯 那 民眾黨一定會有一定的支持者 就沒有辦法接受了 嗯 那 會不會因為連 會不會因為這樣 連部分區都受到傷害 嗯 這個真的不知道 對 因為這個要投才知道 對 藍白共推人選的狀況之下 國民黨其實是希望的程度將近七成 反而民眾黨 只有大概不到五成左右 那認為自己是政黨中立的是三成五 好 這是一個狀況 然後呢 支持侯科配或是支持柯侯配裡面 也可以看到 當然 如果是侯科配的話 那支持侯友宜的人當然支持的非常高 可是呢 柯文哲的支持者 其實只有五成五左右支持侯科配 那反過來是柯侯配的話 大概是六成六 原本支持侯友宜的人也可以認同柯侯配 那支持柯文哲的人當然有八成三 來講的話是比較容易 講這些數字就是我們一直在講的說 票的轉換問題啦 就是說民眾黨的票的確 如果是侯科配的話 好像真的就會有一部分 剛剛亮哥講的可能兩成淺綠的選票 或是怎麼樣的選票 是投不過去的 因為民眾黨本來就有比較多人 是對藍綠不滿的 所以他是 他才選擇民眾黨的 他在政治上是有主見的 這種選民當然相對多嘛 那這個當然 這個是牽涉到事後 柯文哲對內說服的問題 當然如果真的成局 他就要開始對內做說明嘛 做說服嘛 這個是必然的過程 可是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66%認為要納政黨實力 這樣的問法是不對的 對我蠻訝異 這跟我們一般感受到的感覺 有這麼高耶 因為你這樣問 不是因為你這樣問 並沒有說應該要納幾成啊 你真的認為要5050嗎 5050合理嗎 亮哥講的是遊戲規則 他講的民眾感受就是說 你覺得選總統的時候 有沒有要考慮到政黨實力 大家都說有要考慮啊 我反而會覺得34%認為不需要 那才是令我意外 你如果說政黨實力 當然會普遍說要啊 對啊 這有什麼氣氣 現在重點是 政黨實力要構成決定因素的 百分比是多大 事實上柯文哲願意誤差範圍內認輸 也是一種對政黨實力的肯定 只是不同的講法而已 我一直覺得政黨實力這件事情 不是已經反映到候選人的支持度身上了嗎 因為先前國民黨的朋友一直有在講說 他們會透過組織動員造勢 會讓侯友宇的民調提高 現在看來侯友宇的民調的確有上來 然後也的確什麼韓國瑜 馬英九有站台 也讓他的民調上來 那這個就是他政黨實力的展現 已經在候選人身上 那等於再加一個政黨實力進去 就是重複 我覺得重複加分 重複加權的 他大概有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說 到最後那個月都在辦肇事大會 就是說還會在 誰幫你撐場 所以他要動員他的群眾到現場 那賴清德到了最後那一個月 我認為每一場大概都會超過三萬人 那國民黨就會認為民眾黨辦不出那麼大的場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是立委要投票 那以侯友宇的現象來看 國民黨立委的總票數一定超過侯友宇 他的意思說 這個就叫做順便投票效應 所以因為我立委要動員 那我立委出來投票的人 就順便投總統 那你為什麼沒有這種感覺 因為你們的總統候選人比政黨強 對 但我也一般很小的說 聽到說 因為我想要投立委 然後所以我順便去投總統這件事情 有啊連戰就是啊 真的連戰就是啊 連戰就沒有國民黨強 這種候選人真的有啊 侯友宜就很明顯 大家會覺得說 投立委比投總統候選人重要 我跟你講 國民黨在區域立委有好多選區啊 區域立委候選人比侯友宜強 這大家都知道啊 侯友宜在他的選區 搞不好只有30% 那個區域候選人45啊 或者超過50啊 這個現象很普遍耶 嗯 國民黨有一些區域立委很強的啊 郭友宜不一定拿得到啊 但他可能分裂投票啊 就是我這區域立委很強 我要投這個國民黨立委 我總統選票我該科問 不我知道那是一種選擇嘛 他們的想法就是說 趕快奧過來 所以這個叫政黨因素 立委投籃的我總統一定投籃的啦 就是 他看板會掛在一起嗎 或者是說 他會拜託大家投給國民黨的候選人 那這個叫政黨因素啊 就是這樣啊 那 合的時候 這個因素更會因為這樣強化 因為他們本來就不可能支持賴清德啊 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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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